大家好 我是张鑫 很高兴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想聊一聊老人家的面子问题 到底是面子重要还是理子重要 为什么会想聊这个话题呢 今天天气还不错 前几天不是下大雨吗 我趁着天气不错 我爸爸还在睡觉 我就跟我们家的那个外籍好朋友阿威 讲了一下请他特别照顾 我就跑到公园里面去散散步 走一走一方面让自己心情好一点 再一方面也运动一下 我们这里的公园其实很有特色 我们这附近大的公园特别特别的多 因为以前是军方的用地 然后这里眷村也特别多 所以你在那个公园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年纪跟我差不多五六十岁的 头发斑白大概就是眷村的第二代 然后推着更老的老人眷村第一代 虽然现在人数已经比以前少很多很多 但你还是可以看得到 而这些老呸呸特别有存在感 因为九十多岁了都有一点重听 讲话特别大声 所以你不管怎么走 你都会听到他们聊天的声音 所以就算你不想听 他也会自然而然跑到耳朵里面来 今天我看到的一个画面是 有一个老伯伯 他的整个聊天的话题将很大声 都是在讲他的儿子多有出席 女儿多有出席 在美国在哪里 他的孙子在美国读什么大学 然后怎么样又怎么样 过一两年还会回来看一次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上次回来的时候带了什么样的礼物 每个月还会会多少多少钱回来 然后还叫他儿子 就帮他推车的那个儿子 拿手机给另外的伯伯看 你看他的孙子现在都已经在美国 什么什么大学里面毕业了 多有面子又多有面子 哇这讲的是眉飞色舞啊 感觉特别特别的开心 可是旁边的一些婆婆妈妈 就讲话就跟他不一样 他跟他讲 对对对你那个老大老二真的很乖 在美国特别厉害 超棒超有成就的 可是你家这个老妖 他真的也很孝顺 我常常看到他推你到公园里面 然后都把你照顾的很好 这个老伯伯话题通常都是这么一转 对啊他也很乖也很孝顺 但是我在美国的小孩怎样怎样 你看我的孙子如何如何 他的话题始终会落在他在美国的小孩子 或者是孙子的身上 我看推着他的那个大哥 我们不熟啊 但是曾经看过 因为在公园里面散步都会看到 他也是面有蓝色 因为他爸爸不管怎么讲 好像很少夸奖到他 然后他就把他爸爸放着 然后就走到我旁边 坐在我旁边 他看着我露出一抹苦笑 他就跟我说 你是张欣豪 我说对对对 我也有看你的影片 其实很多影片里面的话题 都刚好说到了他的心声 我就说嗯你辛苦了 我看他也是点点头 又一个苦笑 然后他爸爸讲完话了 然后他又准备走过去 就把他爸爸推回家去了 我想这个场景 可能会在很多地方 大家都会看到 我们自己或者是我在当下 等他们走了之后 我跟几个在场的大姐聊啊 其实他们的想法都跟我差不多 老人家真的是爱面子 因为活了一辈子嘛 现在也不能动了 面子最重要 所以都会把比较有成就的小孩子 或者是出国的小孩子 甚至孙子挂在嘴巴里面 可是真正最辛苦的那个人 是在后面推车子的那一位 可能住的比较近 可能比较没有成就 可能提早退休了 可是真正付出自己的生命 或者是付出自己时间 在照顾老人家 是在后面推车的那一个 因为我们会坐在那边 大部分都是已经退休的 要不然就是大哥大姐一些婆婆妈妈 就聊着聊着 其实大家也都把自己的心酸讲了出来 可是我今天的话题啊 会希望再转个方向来看事情 我们现在年纪已经大了 我们可能看老一辈子的人这样子讲话 心里会有一些不平 可能会帮那个推 那个轮椅的那个大哥打抱不平 最辛苦的是他 24小时的主要照顾者是他 80把尿的也是他 需要接受老人家脾气 或者是身体不舒服 要带着去看病的也是他 其他在国外的 也就是说说话 拿一点钱回来 已经很好了 已经很棒了 当然没有办法 他就是住在国外嘛 大家都会觉得 为那一个大哥啊 有那么一点打抱不平 老人家怎么没有一直称赞他呢 然后讲完之后 我就问在场的大哥大姐 如果我们能够换个角度讲事情 有一天我们老了 我们会不会也成为 坐在轮椅上面 那一个老人一样 讲话就是喜欢炫耀 那个比较有成就的小孩 那个比较有成就的孙子 而忘了身边最亲近 为我们付出最多的 那一个主要照顾者 我这个问题一问出来 那个大哥大姐 或者是那个坐在旁边聊天的人 顺时间声音就降下来了 然后有一个人说不会 我绝对不会这个样子 然后其他大哥大姐 我看他们就跟着点头 我要讲的是这个事情 当我们讨论很多这方面话题的时候 别忘了 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老人 我们老了之后 到底是面子重要 还是理智重要呢 到底是谁在负责照顾我们啊 我们是不是该多留一些耐心 多留一些称赞 多留一些感谢 多留一些感恩给在我们身边 担任主要照顾者的那一个小孩子 如果有一天 我们也变成轮椅上面 那个老人那么老 也变成一样行动不便 有一个小孩还愿意 跟在我们身边24小时照顾我们 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要心怀感激 除非我们的每个小孩 都非常有出席到国外去了 那没办法 那就只能要面子 出去炫耀炫耀 可是回到家还是怎么样 没有人照顾啊 还是会有那么一点 空虚和心酸的感觉吧 讲到这里啊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 换个角度想事情 再过十几二十年 被照顾的人就是我们了 我们一定要想一想 我们要不要成为我们心目当中 不欣赏不喜欢那个老人的样子 既然我们不喜欢 就不要把这种待遇 遭遇想法和说话的态度方法 留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自己警惕自己 有一天我们的小孩子 他会跟我们更亲近 他照顾我们的时候 他会觉得更舒服 他付出劳力 我们给他多一点点的鼓励跟感激 我想这个样子亲子关系一定会更好 我们的小孩子也不会在推我们出去的时候 在背后露出一抹苦笑 好了 今天只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的事情 那老人家到底是面子重要还是理智重要呢 我觉得面子理智都重要 面子是撑起一个人的虚荣心 但理智是永远抛不开 我们就是需要人家照顾嘛 有一天我们真的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 你还是要面子 那又有什么帮助呢 那只是会让那一个主要照顾者心里觉得很委屈而已 你说是吧 赵心漫谈 天天都有新鲜事 咱们就下回见咯 拜拜